全天自动交易 开源免费 无人职守 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Shiosake 那么咱们今天来看一些 这个关于交易机器人的东西 这个HummingBot HummingBot是一个量化的交易机器人 而且它是开源免费 可以支持多个交易所的 然后看起来非常的安全 有效比有些网站上的那些 比较闭塞不开源的那些项目 看起来要火的多 而且好多网上那种项目还是要花钱 你说你花了很多的钱 把你的这个API交给了一个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人的手里 那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 那么首先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希望大家订阅一下我的YouTube频道 然后给我的点赞 那么咱们开始今天的教程 视频的博客我已经都写好了 然后我到时候会放到视频的下方 然后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它的一个介绍和安装 这笔介绍这里我都写了 它是通过这个Python和C++设计的 然后API key交易所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安装方式 就是通过Docker 一个快速的安装方式 为什么要通过Docker呢 因为Docker部署快 4G内存5G的空间即可 这个Docker的下载我就不说了 这里链接给大家了 如果大家没有安装Docker直接下载 下载很简单 下载那个desktop版本 你只要下载了后面的命令都是可以生效的 所以这个点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如果你访问不了Docker 你现在应该能访问Docker 因为我B站号被封了 你看到我视频肯定是在YouTube上看的 所以你肯定能访问Docker 那我这点就不交了 如果大家想要免费更好的翻墙方法 前面的文章也都是有的 写的非常详细 那么我们直接就开始吧 然后Docker我就默认大家装好了 我们直接打开一个终端 我这里已经 我这里其实已经打开好了一个终端 然后我们按照博客上的第一步 第一步先是下载原代码 我们直接把这个命令复制下来 其实我写的很清楚 只不过带大家走一遍流程 方便大家这个熟悉粘贴 好的那么他这个GIT下载太慢了啊 我们那个找了一份这个安装包 安装包也是从GitHub下载下来了 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下载下来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他就是那个 他就是用这个GitClone下载的 如果你下载是一个这种 带Master的一般就是 直接从网上 从GitHub页面下载 我们直接解压 那咱们就直接解压了 然后看一下 然后直接选进去 然后到这个界面 我们直接拿到这个DockerCompose构建 直接来到这里面 上一个命令没复制 没复制算了 没复制就没复制 然后他这里需要 Pool一下这个镜像啊 好了那么回员回来 那么我们这个已经部署完了 大家看这个Docker这里面显示 已经正在运行了 那么我们第一步 就是要部署这东西 然后给它挂载 输入Docker 我看看我们 我们直接复制 我们不输啊 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 我这个是没问题的嘛 Docker Attach 好 然后我们挂载出来 它就是这样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放大看就OK 然后点击OK 这里我们要输入一个密码 我就随便输了 好的 那我们就进入这个界面了 然后我们下面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这个去交易所搞一个API 然后来连接这个 让它这个harmingboard去连接 我们就以bybit为例吧 好的 那么这就是bybit的主界面了 我们直接点开这个我 然后这下面有个API 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API 大家可以看到 我其实已经创建了一个了 不过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创建API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secret 不然的话你是无法再次查看 就比如现在我这一条 我给大家展示 其实是无所谓的 因为这个secret 除了刚创建的时候 我无论怎么点 它都这个secret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真的忘了 你只能把这条删了重来了 我就是直接创建一个新的给大家演示 这里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第二个怎么用 我就选第一个就行 这里我就叫test 肯定是read and write 因为你要操作嘛 然后API的这个运行 下面的话 Trading肯定是都要调钩的 下面调不了其实无所谓 然后IP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你的IP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就直接选这个noIP限制就行了 我直接提交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谷歌的验证 好的 那么我也是验证完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的key和secret已经出来了 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了 因为我展示完之后 我就删掉就行了 然后咱们展示一下怎么弄进去 点击copy 然后选择刚才的这个homingboard上 我们输入connect 它这个提示比较好 这时候不要按回车 直接按空格 按回车的话 它就直行了 然后我们连接的就是bybit 这里 这个是永续 永续合约的意思 我们就连一个普通的bybit 然后直接回车 然后key 就是我们刚才复制过来的key 然后secret就是这一串 好 那它就连接成功了 然后我们下面就要 比如说看一下balance 能读出来 能读出来就说明是 就说明是没有问题的 能读出来balance 然后这个key 没有问题 那我们下面就是创建交易模块 回到这个文章 这下面给大家几张图 这里如果你没有bybit的话 可以去注册一下 33%减免 包括bybit卡 上期视频也盘点了bybit所有活动 新手能够白嫖200U左右 算上bybit卡的反线200多 gate的话60%反线 大家有需要的就去弄就好了 然后别忘了私信我一下 然后这里就是创建的过程 这里是连接 查看状态和余额 然后后面我们就来说一下 我这里给的是RSI 就是RSI指数 不过我这次演示就不用这个 我给大家演示个别的 第一个就是创建这个config 我一一给大家讲解 讲个简单的吧 这个RSI的这个指数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次就给大家讲一个简单的看一下 好的 那么欢迎回来 那么我是换了一个地方 刚才出了点问题 我临时换了一个地方给大家演示吧 然后这里我们输入这个create 然后这个输入第一个这个pmm 然后这里第一个他问的就是你要在哪交易 那肯定是bybit 第二个交易对 我们比如说BTC 好 然后order month 就是你每次要定多少 那么这是比如说0.0001 这里是比例 比例的话 我们就按照他 给大家讲一下前面这两个 我刚才是就按照他的这个设置走了 其实他这个设置不一定是最好的 他这个就是比例 就是他挂一个买单和一个卖单的百分比 在当前价格的什么位置挂单 他这个0.01就是0.1%嘛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某一个时刻 在比他高0.1%的价位上挂了一个卖单 然后在低0.1%的价格下面挂一个买单 由于我要演示 我就不按比较优的策略去调配了 大家自己看 我给大家解试一下 他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这个time就是什么时候一检查 最后他就可以生成这个文件了 简单说一下 这个策略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每隔15秒从启动的那一秒开始算 每隔15秒我挂两个单 一个单是在上面 一个单在下面 它的上面是当前价格高0.1% 下面当前价格低0.1% 然后在这15秒内 如果我拨动把这个单子吃上了 那就是这15秒内成交一个一单 如果这15秒内没吃上 好 根据这15秒后 也就是说这秒是挂单对吧 再挂后倒15秒 这15秒的时候 他把原来的单子 不管有没有吃没吃上都撤了 他再挂一个新的单子 这样就是利用这个短期内的高度波动 就比如说他往上涨涨涨涨涨 但是他波动的幅度不够 没有吃上上面这单子 但过了15秒 上面这单就撤了 就继续往上走了 这个策略还可以 总之这个策略还可以比较稳定 我们来运行一下 运行就是start start这个脚本 脚本选择刚才的脚本 然后杠杠config 然后他这不是有回车 现在就开始运行了 如果我们这时候交易所就有挂单了 如果我们要停止运行的话 我们输入stop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输入status 可以看一下状态 现在就是cancel所有的订单结束了 好的 那么这就是这个hompingboard的使用教程 其他交易所也一样 只要你把这个API弄过来就行了 然后也没什么别的要说了 好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